平日下午就有不少人 吸加代券來逛Outlet 要買國際精品 還得跟著排隊 民眾仿佛被Outlet 就等於便宜 這個概念洗腦了一般 台灣Outlet 真有如此大的魅力嗎 很乾淨 很漂亮 這邊的品牌真的很高級 把台灣Outlet 誤以為是百貨公司 除了因為環境乾淨漂亮 更因為在這兒買東西 預算得抓得比美國Outlet 還要多 正貴的話應該要破萬吧 但那時候買可能不到五千塊 我們實際找到做歐美代購 五年的台灣業者 手上從美國Outlet 買進的皮夾 除了款式在百貨公司買不到 在台灣也遇不到這樣的折扣 而台灣Outlet 雖然同樣標榜 以國際商品為主 卻有台灣人遇到這樣的狀況 一件牛仔外套 在台灣Outlet買1290 回家一查 發現品牌官網同步在賣 而且更便宜 只要1090 實際走進日系中價位品牌 翻翻過季的秋冬服飾 標價下方貼上打六折 折扣完一件大約落在兩三千塊 趁換季來買感覺是賺到了 而另一家服飾品牌 跟國外一樣也能看到 Outlet限定販售的商品 還有當季新品 只是標籤上沒有標明折扣 直接貼上打折後的價格 其實就是因為折扣下得沒這麼深 有時候他們的定位的新品是在於 剛從百貨公司下下過來的 或是從外面的正價剛下下過來的 所以它雖然可以算是過季 但它也可能是最接近過季的一個商品 有人買貴 有人撿到便宜 看得到新品 也會有過季商品 到底台灣Outlet的折扣 有什麼樣的秘辛 各國匯率 關稅 還有運輸成本 都是部分品牌在台灣Outlet 不一定比較便宜的原因 現在國際精品他們非常的聰明 基本上現在應該都是 全球的統一價格了 所以唯一會有差別的 應該就會是匯率 雖然多數品牌有全球統一價 但仍有少部分品牌沒有這種共識 堅持品牌自主權 加上即便Outlet跟各品牌簽約 希望賣的商品能達到一定的折扣數 但折扣多深或賣過季多久的商品 基本上還是品牌自行決定 品牌來自於比如說美國的 它有可能就會因為當地定價的不同 它會不同市場做不同的定價 或許它就會有一些差距 折扣最划算的時機就是品牌或Outlet 不定期舉辦的特殊活動檔期 折扣渴望達到二到三折 甚至有下殺一折的NG商品 對台灣民眾來說不非出國省了機票錢 但想到國內Outlet找好康 折扣打多深 全力幾乎掌控在品牌手上 屬於Outlet的遊戲規則 或許抱持胖胖運氣和挖寶的心態 才更能享受逛Outlet的樂趣 同時期境地 有數不足